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不做黨魁之後 經過幾輪在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投票 最後兩強出來了 包括前財相辛偉成 還有現在的外相卓維斯 接下來他們連日都會有競選的論壇 討論現在在英國主要是 如何挽救經濟的問題 有機會我會詳細說一下 因為通脹最近都很可怕 除了一路的說法是九點幾到十點幾%之外 Band of London 可以這樣說是英國最重要的 預測到英國經濟未來走向的專家 出來宣布 說接下來的通脹會達到13.5% 而且 斬釘切跌說 就說過幾個月 十月左右就會出現經濟衰退 又經濟衰退又通貨膨脹 其實 對於國民來說 尤其是基層市民來說 是最慘痛的事 因為人工不能加 不過是加薄命升 現在兩個黨魁的候選人 就不停地 如何挽救英國經濟 就提出具有辦法 一個就提出要減稅 卓慧斯提出要減稅 失敗情 就調轉的 剛剛是相反的 很多的討論 透明度相當高 如果你看回英國的傳媒 有很多話說 英國的制度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 一句就說 英國的首相都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 英國的首相是怎樣產生的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國會 就是由所有的 每個選區的議員 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 組成了國會之後 如果在國會裏面的多數黨 佔了一半以上議席的黨 又或者兩個黨加起來佔了一半議席 就可以由黨魁或者推舉一個首相出來 黨魁就做首相 或者兩個黨就是聯合政府推舉一個首相出來 然後那些內閣成員來自不同的黨派 確確實實 英國的首相不是一人一票 直選產生的 這是很清楚的 跟美國的制度是不同的 但是英國的國會 百分之一百 所有的議席 都是由他的選區一人一票 直選產生 他主要分兩級的議會 這個地方的議會好像我們的區議會 另外一個就是英格蘭 英格蘭也是 剛剛選完 這個地方的議會 沒多久 然後國會 一人一票 選產生 的議員 然後就多數黨 的領袖 黨魁就做首相 那個形式就是這樣 我說完這個 英國的制度 回到香港 為何要無緣無故說這件事 因為葉劉 大家知道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然後 特區政府不停說要說好香港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他就要在香港說好香港故事 也要在外國說好香港故事 葉劉 自己 新鮮事出 在電台節目說好香港故事 他的說法 正好星期天 正好星期天 雙台 好友好 美姐 這個行政會議 趙澤文就這樣說 批評英國議會的制度封閉 民意授權比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更低 他的說法就是 所謂的民主其實很封閉 他的選區很小 他有650個議席 很逼 國會一起開會 你知幾百年的歷史 國會的時間很長 如果你去過就知道 逼逼劫 你看直播也是 逼得不得了 如果齊了人 有些人要站 每個選區都是七到八萬人 小過我們的立法會選區 萬七到二萬票就贏得了 根本就是簡單過我們 如果要數票的話 民意授權低過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我看完這裏之後就笑了出來 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他算是大內宣還是大外宣 究竟香港的市民 知道立法會的選舉制度是怎樣 我現在才解釋 英國沒有普選 英國沒有普選 首相由16萬黨員 清一色投票 好像應該是19萬 保守黨員 文翠山 Theresa May 直接沒有競選就出來了 即是89到20 200票 選了出來的 這個都只有16萬 選民少過我們 我們都30多萬 我不知道 怎麼算30多萬 他可能是選區 他不需要應付複雜的大選區 他們的歷練都在黨內升上去 處理經濟其實是沒有的 對於經濟的英國的衰落 葉劉就說 各位議員百多年之後 問題重生 這個議會制度 之後保守黨 兩黨競爭 其實是封閉的制度 在自己的黨員裏面 選一個做首相 其實競選是不夠的 他又認為英國和歐盟的關係差 以淪為美國的附庸國 自己害自己 然後他就連回嘲諷英國 包括培養做秀的人才 如好像已經辭任的首相約翰遜 這樣做秀 諷刺有機會問頂首相的卓慧斯 被當地傳媒說他扮大長矣 經濟不景之下仍然用私人飛機飛到澳洲 他又說 約翰遜和官員違反疫情期間的封城規定開派對 公然說謊被罰款 反映這個國家已經沒有政治人才 對英國放寬BNO簽證給1997年後出身的香港人 回歸前他做過的入境處長強烈譴責英國 違反1984年和北京簽訂的有關 國籍的互換備忘錄 他就說英國當時已經說 1997年後不會再給BNO的身份 他自己違約 他常說違反中共聯合聲明 其實他就做了 不過葉劉說這樣就會加劇香港人才流失 特區政府要推出新招吸引人才 英國經濟持續衰退 政客只會搞政治討好選民 問題很多 先說議會制度 都挺好笑的 他說 他們的選區只有七到八萬人 少於我們的立法會選區 萬七到二萬票就贏了 簡單過我們 如果要數票民意授權 低過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我就是 做記者出身 不是聽完正下說完就信了 這個完善了的選舉制度 究竟是怎樣的呢 大家知道 那個立法會 本來 就有一半是 一人一票的地區直選 即是以前 現在九十個 即是 增加族 起碼都有一半地區直選 一半就是功能組別 在完善了之後 地區直選就 只有二十個 剩下二十個 連四分之一都不到 然後功能組別就有三十個 這個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就有四十個 他告訴別人 你的立法會議員如果要數票的話 那個代表性 是高過 英國 國會議員的選舉 你不是吧你不要批評大家行不行 聽完之後就是火都來了 民意授權低過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節目主持人不會拼搏他 只有二十個 四分之一都不到 百分之一百都是地區直選 你理他一百七到二萬票 總之是選民一人一票產生 香港呢 好了 你說他們的選民當選 即是議員當選都挺厲害的 六萬多七萬票 你又一百萬多二萬票 但只有二十 四分之一25%都不到 直選 功能組別是怎樣的 你看一下功能組別的選舉 嚇死就笑死吧 功能組別 你看得到 我會覺得 很不堪 非常 非常不堪的做法 功能組別 老老實實 有些 只有 十多二十票 給他舉個例子 鄉議局 119票當選 119票 有些更少 譬如你說 漁龍界 漁龍界 117票當選 最厲害的教育界 以前教協幾萬個 會員投票 現在是多少 當選的 10641票 如果你要說他的代表性 有些是幾十個 要說他的代表性 這裡佔了多少 不要說選舉委員會那些 選舉委員會那些更少 行政長官是怎樣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有什麼那麼厲害 那就是 1500個選委 你笑人家 保守黨議員投票都十幾萬 選擇黨魁出來然後做首相 前提是什麼 不是 他 由 保守黨的人 去選擇首相出來 條件就是 你要在 國會裡面是佔多數黨 然後才有機會推舉黨魁做首相 你在香港 怎麼來的 行政長官還要等額選舉 連選都不用選 是不是大家舉手 行禮如宜 舉手機器 你 選舉的制度 民意的授權 好過英國 葉召集人 你不要笑大人的口 你真是知道 不懂就被你嚇死 懂就被你笑死 聽完之後你覺得 這樣的 說好香港故事的方法 哪裏有說服力 還有一件事 別人沒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東西 你有沒有資格規定當然有 你要做這個議員 可能需要 例如你起碼都是英國國民 是不是 然後才行 但是在香港 為什麼立法會選舉變成清一色 是不是 為什麼那些選舉委員會 那些候選人 審查完又審查 要揭開你的腦 打開你的心 看看你是否愛國者 這些事情你不說 你DQ了多少人 以前已經不停DQ了 現在 不要搞了 還要一個叫資格審查委員會 那些人坐下去 篩選又篩選 無論是這個立法會區議會 再加上這個行政 長官也是一樣 英國有沒有這些事情 沒有 你要說好香港故事就解釋清楚 別人說是否需要有資格審查委員會 儘管抽象到不恨 你是不是決定你是否愛國者 葉劉 你夠膽那麼厲害 就不要在正好升旗天 不要對著美姐說 上去英國的節目 去解 香港的選舉制度 民意授權 立法會議員民意授權 巴之閉閣 英國的國會議員 全世界最厲害 你夠膽去 外國做大外宣 說好香港故事 不要玩了 我覺得 其他事情你可以說 你怎麼說好香港故事 香港的地鐵 香港的交通工具 方便過英國 就像李家超 不單止方便過英國 而且準時過英國 不會經常delay 不會經常cancel 這些 我就同意 我住在這裡那麼久都知道 你說香港不會罷工 做事效率很高 英國不是 自由散漫 喜歡罷工 有時候找不到火車司機 有時候巴士司機開到某個位置 說停了我們不去 又不預先通知人 做事的效率 香港的公務員 數一數二 英國公務員 真的很慢 你這樣說 稍為有一點說服力 不過可能 住在英國的人也要明白 英國為何會這樣 人家的work life balance 星期五 你可以這樣解釋 星期五你不要跟 政府部門打交道 他不理你 到三點鐘已經 打算放工了 星期一未必會 你寫個email給他 星期一未必收到回覆 可能最少到下個星期才收到 起碼要七天 你說 工作效率低於香港 你這樣去解釋 可能對 某程度上有多一點說服力 你說香港的 選舉制度的民意授權 比英國的國會議員更厲害 笑死人嗎 說這些 再培訓吧 香港會時不是這樣說好的 你說香港是美食天堂 香港交通方便 香港的東西是便宜 你這樣說的 是吧 說這些東西 避開那個政治制度 不要 這些叫崩口人技崩口碗 不要搬在石頭打自己的職 你上去正好星期天 這類media friendly 和你好到不得了 一個節目裡面你就會過關 香港現在每個節目都很friendly 你夠膽就去英國 看看會不會 辯論得過來 笑死人笑大人的口 香港的選舉制度 以前已經被人救病 只有一半是直選 一半是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 分分鐘是自動當選 一票都不用 分分鐘 現在有很多功能組別 亦有一些 只有幾百票或幾票 已經當選 百幾票都能當選 今天 還縮到二十席是直選 然後 選舉委員會 四十席 倒退到 倒退到九七席 直 直民地時代 還說我們前所未的民主回來了 不要再提 是不是會笑死人呢 我不知道 如果這樣說 聽商台的朋友 香港觀眾會不會相信 可能會相信 謊言說一千次一萬次是真理 不過 幸好 香港暫時來講 都可以聽到不同的資訊 你上YouTube也聽到的 聽聽我的節目 我最喜歡 讀爆這些 就會告訴大家英國的制度是如何 美國又怎樣 美國的總統就是一人一票選舉掌聲 然後就有一個 Senate 有一個Congress 一個參議院 一個眾議院 參議院每個州有兩個參議院 眾議院 根據人口的比例就產生眾議院 全部都是用一人一票選舉掌聲 所以別人做到 清清楚楚的三權分立 總統的民意授權 然後兩個國會的民意授權 都是由民眾一人一票直選 這個叫總統制 英國的議會制 長期都是這樣 當然 你批評英國的議會制 是沒有問題的 你批評英國的政黨政治是沒有問題的 你批評英國的政客是喜歡做show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哪個國家的政客不喜歡做show 尤其是 用直選產生的政客當然要做show 說他沒有政治人才都可以討論 英國勝在 什麼雞毛蒜皮的事都會辯論一頓 什麼都可以說 亦都有人提出要廢除這個皇室 亦都有人提出要改革英國的議會制度 亦都有人提出覺得 黨魁做首相是不夠民主的 一直都有人討論 一直都有人批評 不會拘捕 不會說你說完事後就拘捕你這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即使是廢除皇室也是 英國是很多東西可以討論 英國是很多東西可以批評 譬如最近通脹 基層的社民生活很困苦 無數人都討論 譬如NHS 人手不夠 打電話叫白車 等幾個小時都等不到 很多人批評很多人討論 這些是民生的問題 英國的外交政策 譬如今次 選舉黨魁 對華政策是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很多人討論 譬如說新偉城 家族很有錢的印度富商和大陸關係很密切的 那些人擔心他做首相 就會親華 卓維斯作為外交部長一向都是對華強硬的 所以 今次的首相 黨魁的選舉 就成為了對華政策是一個很重要的爭持的觀點 很多人討論 最近英國也有很多民生的問題 譬如說很久沒有下雨 有機會濟水 有些地方已經不允許淋花 即是淋花的水喉被人刪掉 如果你留意英國的民生問題 是有很多東西的 即689也在網上 又製水又通脹 你們生活真的很辛苦 很喜歡在Facebook 我覺得沒有問題 引起關注就寫 我也不會說我們很厲害 在面臨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是 葉太 召集人 你不要用 英國的政治制度和香港的政治制度相比較 你不要用 這叫喇壺不開啼喇壺 你笑得閒我口而已 是不是 好了不要跟我說那麼多了 暫時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心情厚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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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